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家住河北的小云三年前来北京工作 不久后与来自贵州的小伙子沉心相恋 两人经过三年的爱情考验 终于在2012年初订了婚 似乎美好的婚姻生活正在向他们招手 可是就在2012年7月7号那一天 发生了一件事 这件事对于小云来说更像是一场噩梦 对于沉心的突然离去 小云感到十分不解 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怎么了解 我见他走的时候跟一女的三人来座一块走的 其他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收拾好多好长时间的东西 我们俩走了 俩人 跟谁走的 有个三人多岁的女的 那女的你见过吗 没见过 有一次我就在洗衣服嘛 然后我们洗衣服就把那兜都翻完嘛 然后就看里面有那个一号打一条 然后取了好多钱 我都不就是在干什么 她一直在门跟我说 陈欣带走了属于她自己所有的东西 唯独留下了那枚见证她们爱情的戒指 以及小云破碎的心 今天小云也自愿来到了我们的调解现场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她的描述 来一起帮帮她 我们现在有请小云上场 来 有请 你好 小云 先跟大家说一说 你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我想找到我的男朋友 我不是能为什么那就走了 你跟男朋友认识多长时间了 在年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从我们一起上班 从我来到北京里 跟她在一块上班 同事是吗 对 你们在一起的这三年感情怎么样 很好 她对我特别好 那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7月7号 你当时看到家里没有人 你自己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我都一想不到她为什么就这么走了 根本就没有征兆 那你觉得她留下那一枚结婚戒指的意义在哪里 你觉得她为什么要留下那一枚结婚戒指 我感觉她是想要跟我分手吧 结束着都感情 刚才我们在短片里面看到 好像这几个月有人不停地给她汇钱 她去银行 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 我在跟她洗衣服的时候 她的肚子里边有很多打眼平条 然后我就问她 她也不想多说 我也不好意思多问 那大概这些汇款都有多少金额 多久汇一次 是有规律的吗 每个月 一个星期一次吧 最多两次 那汇过来的账号是同一个人的吗 还是不同的账号 同一个人的 大概钱数有多少 大概一千两千吧 就是不定期的都会有一千两千 对 你问她她也不说吗 她怎么跟你解释 她就说朋友有事吧 有事情或者你啥的 那你有注意到汇款人的姓名吗 没有 也没注意看 上面不闲 根本也不闲 你觉得这个银行 不定期的这种汇款 跟她的离开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应该有关系吧 那她平时有没有跟 譬如说哪个异性朋友 走得很近 我都问了 在邻居方面我都问了 可能他们说有一个 三十多岁的吧 然后我跟她挺亲密的 看见了挺舒服的 在你们平时的生活圈子里面 有没有类似于这样形容的一个女人呢 应该是她姐姐 应该是她姐姐 那你自己怎么想的 她姐姐为什么要来带着她一起走 我是想不到 那她离开了之后 你都是怎么找她的呢 每天在外边找 每天在外边找 然后给他们家里打电话 然后问她的朋友嘛 都说不在 然后她姐 给她姐打过一次电话 她姐说不要再救杀我弟弟了 她家里人之前认可你吗 也不 反正就是 经过十年的磨合吧 一开始也不是太 太那么 反正经过十年的磨合吧 都见证了 而且反正都挺同意我俩的 好 我们刚才跟小云聊了聊 我们在想啊 如果要想帮助小云 找到她男朋友的话 目前看起来要 找到她的行踪 可能跟姐姐至关重要 而且从邻居的描述当中来看 这个神秘把她带走的女人 有可能就是她的姐姐 到底她的姐姐 是否把她的男朋友带走了呢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记者为我们做的外场条件 为了找到陈欣 帮助小云解决所有面临的难题 记者准备通过电话 与陈欣的姐姐陈霞取得联系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电话一直被挂断 这似乎肯定的陈霞在故意回避 最后记者专程赶到了陈霞家 但是陈霞一听到是记者 反应十分强烈 表示不愿意接受采访 陈霞的丈夫邓先生听闻此事 态度更为坚决 要求我们不要插手这件事 随后记者通过发短信的方式 跟陈霞反复沟通后 他终于答应先见面 那么对于弟弟陈欣 和那个神秘女人的具象 他到底知不知道呢 通过我们记者在外场的努力 我们终于取得了和陈霞的联络 那陈霞在和我们记者见面之后 竟然也向我们记者提出了 一个令人诧异的要求 今天他也自愿来到了 我们的调解现场 我们先有请陈霞和他的丈夫 邓先生上场 来 有请两位 你好 两位 你告诉我 陈霞在哪儿啊 你以后 你以后不要再谈谈了 我今天来就告诉你 你以后不要再谈谈 我就立了 你当陈霞在出来跟我说明 为什么呀 当陈霞在出来 你不要再谈谈了 你们两个人 根本在一起不过去 根本就不过去 我说他跟我说调手了 为什么呀 当陈霞的姐姐和姐夫 一上场时 已经多日未见的 未婚夫小云 立刻上前进行质问 可他得到的 仍然是那句 冷冰冰的回答 你们两个人 跟你在一起不过去 跟你们就不过去 难道 这就是姐姐带走 陈欣的原因吗 可按照小云的说法 她和陈欣结婚 原本是得到 陈家人的同意的 陈家人态度反复的背后 到底有什么样的隐情吗 那个小云 你先回到座位上好不好 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我们先请姐姐姐姐夫 坐下来我们慢慢聊 好 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 先问一下 姐姐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我今天来的诉求 就是想告诉小云 叫他不要再救我弟弟了 我为什么不能通过来呀 他平常要悟悟地走了 他怎么不给我一个交代呀 因为你们两个 在一起给你们就不合适 怎么就不合适了 可是我听说他们 你们家人是怎么那么压呀 问一下姐姐刚才小云说 他们其实已经订婚了 是这样吗 是的 是的 之前他们两个已经订了 可是我们家里的 女性还是不同意的 因为之前她爸妈也不同意 之前她爸妈也不同意 所以现在我们在老家 我们就给她找了一个 你们在老家又重新给她 找了一个对象 是啊 现在我们在老家 给她找了一个对象 所以就 毕竟在家里面也好 照顾一下妈妈 找一对象 平时没呀 为什么呀 那平时没什么就不可以呀 她跟你订婚 又没跟你结婚 那平时没不可以呀 那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为什么呀 她只是跟你订婚呀 而且没跟你结婚呀 一年过来跟我们在一起 就是不合适 怎么就不合适呢 你那么远 你们家里也不同意 但是我们也不同意 你不要参照我 你都聊 我跟我们 已经还是欢喜 像我们这种情况 可能多的是 所有一个过程 为什么呀 这是 那不同意 那是可能 那我想问一下 姐姐姐夫 如果说真的是不同意 希望到家里面 又重新找一个的话 那为什么不能好好地 跟人家说清楚 好好的分手呢 干嘛就这样 一走了之了 那因为什么好说的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 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想告诉她 你说你们两个 好像住人在一起 可能一不合适 说多了也没用 姐姐和姐夫的态度 略显蛮横 并说出弟弟成心 已经在老家另找了对象 还一再强调 只要没结婚 定了的婚 也可以毁掉 姐姐姐夫的表现 让人不惊胜疑 为什么好端端的一桩婚姻 说毁就毁呢 这难道又是一件 骗婚事件吗 可如果是骗婚的话 姐姐和姐夫 又为什么敢来到现场呢 这背后的秘密 究竟是什么 那我想问一下两位 陈欣自己的意思呢 她是自己自愿回去的 还是被你们挟持回去的 因为邻居说 她自愿回去的 那当时姐姐是你 带着陈欣一起走的吗 不是 不是你 是 她自己回老家的 她自己走的 所以小云刚才说 邻居口中描述的 那个陌生的女人 把陈欣带走的不是姐姐 不会就是她 不可能的事 你们一直是在老家 我刚才在老家 没有跟那么多 那一厢朋友接触 不可能 那姐姐你知道是谁 把弟弟从他们北京的家 带回老家的吗 她自己 她自己一个人回去 她一个人回去 我们也不知道 那你们知不知道 有一个女人 把他们带走的呢 把你弟弟带走 是吧 我知道 是她在老家 我们给她接上的对象 是她对象来这里接她的 是啊 她对象 那对象是干嘛呢 让她对象出来 让她对象跟我对峙啊 什么对象呢 邻居的描述 她的对象 似乎比她的年纪 要稍长一些 比她稍长一点 也可能 反正我们老家 就是今天要十三十多岁 她不可能找三十多岁的 她不可能找她比她大的 那干嘛 凭什么不可以啊 那就是不可以啊 小云 你为什么不肯相信 陈欣 我就不敢相信 她找一个比她大一点的 比较更好似的 因为她可以照顾了妈妈 也可以照顾她呀 那我也可以啊 我同样也可以啊 你太年轻了 因为你年纪太小了 你吃不掉那个苦 你也因为你 你们怎么知道 我吃不掉那个苦啊 我跟她健身到现在 我做过什么 她应该最清楚 我对她做过什么 她应该最清楚 怎么带走陈欣呢 又不是她的姐姐陈霞了 如果带走陈欣呢 是那个所谓 在老家朝的大龄女朋友 那么这件事情 得酝酿多久啊 如果小云 真的对这个事情 毫不知情的话 那这真的是一件 蓄谋已久的情变啊 陈欣的屋里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既然弟弟自愿回到老家 不愿意再跟小云在一起 这个事情 为什么他自己不出来说 而是由你出来说 因为他不想出来 他怕好的心态转的 丢不下手 你让他出来啊 那你弟弟知道 小云一直在找他吗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们今天来的意思 也是他的意思 就是说了 是诚心委托你们的是吗 我们现在说什么 根本来的也不忘了 那对他结婚 让他来干嘛的 谁要结婚了 陈欣在老家要结婚了 找了一个嘛 他在家里面找了对象 他就快结婚了 这七月七号才走的 这么快就要结婚了 我们以前在家里 把他订了 所以小云你知道这些事吗 我爱你们苦人呢 这个陈欣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居然要在老家结婚了 他这样做 究竟置小云于何地啊 难道和小云 朝夕厮守的三年 竟然是个 平心编织的骗局 而陈欣的姐姐姐姐夫 为什么说起这些事情 会如此坦然呢 凭什么呀 对我这样 你还要坚持找得出来吗 坚持 我一定要找得出来 劝你你别 别走了 我为什么不能找呀 你们说了算了 你们能代替他们吗 这样姐夫 你再要不然详细地 跟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这么反对他们 因为她太年轻了 她家里也不同意 我家里也不同意 你家为什么不同意 刚才你说一个路途远 是吧 因为路途太远了嘛 老妈就病那么重 对吧 她就是个如心子 我们就靠她在家里 我们就在管 就好不永远 然后过了一下 不可能因为这些 你就否定我俩的一切 那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呀 所以现在陈欣在哪里 现在是最好的了 告诉我 所以陈欣现在在哪里 你们两位是知道的 不知道 他现在在哪里 你们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故意在隐瞒 怎么若不知道 知道呀 姐姐姐夫我觉得是这样 就我啊 从一个旁观者听起来 我觉得你们刚才来说服我的理由 不是那么的充分 你说家里离得远 但是他们都在一起三年了 而且他们既不生活在贵州 也不生活要合肥 而且我妈妈对他 又不是不好 他们生活在北京 两个人去打零工 然后共同去挣点钱 为自己未来的生活做努力 第二个你说妈妈有病 需要独生子回去照顾 现在她就我们就说了 现在家里这么远 我老妈病重了嘛 很严重 你看姐姐姐夫啊 我觉得小云看起来 也不是那种 蛮不讲理 去死缠乱打的人 其实她现在无非就是希望 陈欣能够亲口 给她一个交代 如果陈欣亲口跟她说 她不爱她了 就是想跟她分手 我估计小云也不会怎么样 你们为什么就不能 让陈欣亲自来面对 而是你们两个人 坐在这里替她说呢 她奶奶也没用啊 奶奶也没用 可能都快经验 她奶奶没用 我家里老妈现在这么严重 她如果来了 我妈妈在家里怎么办 你能代表她吗 所有的一切 你都能代表她说什么吗 我都能代表她吗 我肯定可以 但是她说什么 你能代表吗 我凭什么就不可以了 你能不能吗 我说她就这样 我可以什么就不可以了 你能不能啊 你啊 我劝你最好 不要参与我给你 你都拿出来了 最好不要参与她 你不能这么对我呀 你两个人这么多事 等一下等一下 小云你刚才说什么 我怀孕了 你怀孕了 所以不跑来 我不相信 你说怀孕就怀孕了 这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陈欣突然消失的事情 还没有理出头绪 小云又在现场爆出了一个 令人吃尖的消息 她怀孕 对于小云的说法 姐姐姐姐夫 你想又想 就立刻接于否定 真想到底是什么 小云 如果你真的怀孕了的话 我现在真的要请你坐下来 情绪不要那么激动 好不好 来 你坐下来 喝点水 缓一缓 我觉得现在听起来 事情是越来越复杂了 我想接下来听听看 我们调解团的老师们 有什么看法 刚才 小云姑娘突然说自己怀孕了 然后我确实是一听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跟我讲 你出门上班之前还在问陈欣 说你今天想吃点什么 我给你带回来 但是等你一回家的时候 你发现除了那枚戒指摆在桌上以外 所有属于他的东西都不见了 连人带他的财物全都没有了 我觉得这不是一天临时起义的事情 这是蓄谋已久的一个行为 筹划了很长时间了 你们两个共同生活 他整理这些东西 收拾这些事情 策划不辞而别 整个的过程我相信有很长时间的 无论他收拾 还是他情绪的变化 这些都应该是有的 可是你并没有感觉到 所以姑娘可能你真的 你非常非常爱他 但是也许你并不了解这个男人 或者说你不是非常了解这个男人 这不是他刻意隐瞒 就可以隐瞒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更何况你还给我第二个细节 就是也许他甚至都没有 真正想刻意隐瞒过 你说你给他洗衣服的时候 发现他兜里面有很多的曲款平条 对吧 然后那么这些条的话 我们现在听起来非常可疑 突然在临走之前这段时间的话 定期的去取这些钱 但是就没法说明了癌力 又很集中 然后就是连人带钱带东西都消失了 可是他就放在自己的衣服里面 我相信你替他洗衣服 这个是你们很长时间的那种习惯了 所以我想这个事情 应该是很明显的一个让人起疑的事情 但是他并没有刻意回避 他甚至不在乎你当场抓住什么 或者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姑娘你是不是真的没有你认为的 那么了解陈欣 爱一个人和了解一个人是两回事 所以我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这件事情 如果说你真的怀孕了 更要好好想一想 怎么为自己未来的孩子安排一个将来 姐姐姐夫 你有什么权利 你来对这个女孩说 你不让她去纠缠这个男孩 你们不觉得你们这样的做法是过分吗 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 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 这个有什么过分的 我来告诉你们过分在哪里 他们两个要结婚 两个人的婚姻 是受婚姻法保护的 不管你们是姐姐姐夫 还是父母 任何人不能干涉他们的婚姻 如果干涉他们的婚姻 你们属于违法行为 我为什么讲你们是过分 他现在订婚并不代表结婚 他们两个是有结婚的意愿的 暴力干涉或者是干涉婚姻自由 并不意味着一定是他们结婚以后 你们去干涉他 结婚之前他们有结婚的意愿 你们不让他结婚 这不是一种干涉是什么 所以呢 做好你们本分的姐姐和姐夫 不要做这种违法的事情 因为他不愿意送 他已经无理托过了 从法律上来说 他的民事权利可以委托你 但是你要拿出他的书面 委托书 你说委托 你凭什么 小云 小云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陈欣 出走之前 你们两个人有没有发生过争吵 没有 我明白了 似乎 骗子太多 傻子不够用 小云有点傻 相信了一个感情骗子 出走之前 不断有神神秘秘的汇款单 过来 然后又神神秘秘的跟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出走了 很显然 这是跟钱出走 我不反对姐弟恋 但如果 以前为纽带的姐弟恋 非常的丑陋 还有 作为姐夫 作为姐姐 你们今天 确实也非常 有胆量 来到复合天使的现场充当 断情大使 我说的武断一点 你们两个人 也是钱的帮凶 因为很显然 可能 那个似乎神秘的三十多岁的女人 她很有钱 能帮上你们的家 我想问的是 作为姐姐 你也是一个女人 你心里也明白 婚姻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什么 是下半辈子的幸福 何况 小云现在已经怀孕了 请你们两位 今天 多摸一摸自己的良心 她现在 在家里 丙一摸分射了 这是事实 说的多了也没有 反正说了 今天你分手 不要再纠缠我弟弟 我不见到 我不可能跟他分手的 她在家里 分射已经在丙一摸 这位姐姐和姐夫 你们的弟弟 是欠小云一个交代的 她来了 有什么用 反正她来了也没有用 说了不得也没有 反正她第一次反了 你会怎么样 也不会跟她在一起 确切地说 你们今天来的姿态 有点欺负人 但是在这儿 我还是在打问号 就是为什么素不相识的 这样的三个人 两家人 怎么会第一次见面 就是由于分手的问题 会表现的情绪这么激烈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哥哥姐姐 这么情绪激动的背后 还有别的原因 那么那个没有出场的陈欣 是不是她身上 还有一个大大的谜团 我们在这儿 可能不能简单地 就否定说 她是一个坏男人 谢谢 听完调解团 各位老师们的意见 我们对事情 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究竟陈欣在老家 有没有这样的一位未婚妻 而带走她的神秘女人 是谁 陈欣 我们是否又能找到呢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记者为我们做的 外场调解 为了解决现在 所面临的问题 记者继续寻找 陈欣的线索 鉴于陈霞所提出的 已经在老家 为陈欣找了结婚对象 记者拨通了陈欣 老家的电话 如果说她现在 不愿意跟我们 直接面对 我留下我的号码 你们沟通完以后 叫她给我回电话 行不行 有点 能够让她 叫她尽量给我们联系 因为现在事情 已经很严重了 我找一下吧 我看看吧 我那个 肯定找就知道 好 好好好 谢谢 在记者讲明了 现在事情的严重性后 陈欣洽人 答应会迅速与她联系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等待 记者终于收到一条 陈欣发来的信息 在短信中 陈欣只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愿意和她沟通 但是我倒想和她直接见面 之后记者再打电话过去 却已经关机 请播到的用户已关机 停车后再拨 好不容易得到的信息 戛然而止 但接着发现 陈欣所用的号码 仍然是美金的 她到底现在在哪里 她会出现在今天 复合贴使的调解现场吗 她和那个神秘女人 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经过我们记者的外场调解 今天陈欣也资源来到了 我们的调解现场 但是她表示 不愿意和小云直接面对面 她在我们的密室里 你要他跟我出来 你不要跟我出来 你找他 你找他他一定会叉 别找他 你要在老师酒餐我这样 你不要叉我 你不要叉我 你干嘛老师叉我 你不要叉我 就没得说了 以后就不下去了 你们两个人分手吧 你们两个人分手 不要跟他分手 这样小云 能够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也希望你能够 有时间听我把话说完 好吗 陈欣今天的确来到了 我们的调解现场 但是她再三跟我们的编导说 她现在还没有准备好 跟你面对面 所以 我觉得与其你这样 急冲冲地 冲到密室里面去找她 不如也给她一个时间 我想她既然愿意来 她应该是想要跟你说一些 她的心里话的 我们一起静下来 而且你现在如果有孕在身的话 真的不适合那么的冲动 好不好 好吗 好 我们先听听看她在密室里面 有什么要说的 好吗 来 我们先问一下 陈欣你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奶奶只是想告诉她我 我娘分手 我已经在老家找好女朋友 你给我出来陈欣 你给我说清楚了 而且我也不想再跟她过这样的日子了 每次跟她吵架的时候 我都老是去哄她 我对你不好吗 我没做了多少对你不好吗 我不想再这样过下去 因为在现在 我对老家在过游戏 其实对我挺好的 我还是想问一下 今天既然都来到现场了 为什么不愿意出来 跟小鸣面对面的 把这个事说清楚呢 不愿意见 不想见 不是 我这人本身心就让我怕见了 没必要去跟她见面 可是她现在说她怀孕了 这不可能的是 你觉得这也不可能 那你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呢 诉求就是来跟她分手的 我不愿意 因为我不想跟她过这种日子 你跟她在一起过日子 怎么让你那么不愉快 不愉快到想一走两去 因为每次我们吵架的时候 我都总是去哄她 我太累了 因为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日 那你为什么会能好好 我现在因为在老家找了一个 虽然比我大 但她比我家庭都好 也比较疼我 比较觉得 感情方面也挺好的 所以我选 我想来的目的就是想跟她分手 所以家里面的人给你找了一个未婚妻是真的 对 那当时把你从北京接走的那个神秘的女人就是你的这位未婚妻是吗 对 那你为什么不能好好地跟小林说分手 要这样一走了之呢 没了必要 她做了什么事情对你有那么大的伤害 但你都觉得没有必要跟人家说一声再见 就是反正就是不想跟她再一块 因为她太小了 不太懂事 所以之前跟小林的订婚是出于你自己的本意还是被她邂逅 你跟人家都订婚了就这么走了 又迅速地回老家找一个对象 你觉得她合适吗 没有什么不合适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跟她订婚呢 当时因为现在是有点太现实了 因为我只是跟她订婚没有说跟她结婚 因为现在我都快结婚了 说了这些我都不想跟她说 不想跟她做这些解释 也不想跟她见面 好 你告诉我们你已经跟未婚妻回到老家了是吗 你是跟未婚妻回老家了吗 准备结婚 是吗 对 那为什么我们编导找到你 你用的还是北京的手机号 因为我想 我想我都快结婚了在老家 我就没必要跟她说这些说那么多 也不想跟她见面 那你有没有想过小林的感受 跟你在一起三年 你为自己铺好了后路 跟别人连一句再见都不愿意说 你也知道她还小 她承受得了吗 没想到你 我只想我现在 因为我不能对不起我现在的问题 我有问题 我跟她不挺好的而且她比她漂亮 我对你不好吗 漂亮有用吗 我拿点做的不好呀 好 那陈欣娃问你一下 小林告诉我们在你离开的前几个月 她突然发现有人一直给你汇钱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为我们 为你给我打的钱 我就结婚嘛 老家需要买很多东西 在老家买不着 在这边买过去 你为婚妻给你打的钱 对 小林 陈欣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她的确在老家找到了一个未婚妻 给她汇钱的那个人是她的未婚妻 因为有很多的材料 只有本金才买得到 不可能 这不就不可能 不出来 不出来 你为什么不愿意相信呢 我就是不相信 她现在出来重要吗 重要 很重要 她现在就在我们的现场 而且她告诉我们全场所有的人 她就是想跟你分手 你分手吧 让这大妹给我对峙 这样 小云 你先回座平静一下好吗 好不好 听到陈欣刚才说的这番话 除了你不愿意相信之外 你有没有其他想跟她说的 她从离开家到现在 你们都没有见过面 这一个多月 你那么多的交集 那么多的疑问 除了不敢相信 不愿意相信之外 你还有没有其他要跟陈欣沟通的 有 那你有什么问题 你现在就来问她 好不好 为什么把所有的东西该带走 该不带走的都带走了 但是我这东西我必得带走 那这戒指是怎么回事 你说跟别人结婚就结婚 你俩怎么这么对我呀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你的老家已经找了比你更好了 那这戒指是怎么回事 我怀孕了你就怎么说呀 我怀孕了 你怎么这么对我呀 你跟我说明白吧 你什么这么对我啊 你跟我说明白吧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啊 你怎么能跟我说明白 他得跟我说明白吗 他得跟我说明白吗 你怎么不去 气氛难平的小云终于忍不住冲进了密室 可是当她终于见到了几个月不见的未婚夫时 却突然间失声痛哭起来 从小云的哭声中 我们明显的察觉都一样 这不是因为怨恨和愤怒而引发的痛哭 这里面透着的是惊慌 怜爱和心痛 那么小云到底在密室里见到了一个怎样的诚心呢 你跟我说呀 你是怎么啦 你跟我说呀 没什么好多的 你跟我说什么 我希望你以后您走好 我不要 你走吧 这样我们还是请我们的两位当事人先出来好不好 不然我们在现场不知道密室里面发生了什么 好吗 小云 小云 你带着陈欣先出来好不好 你带着陈欣先出来好不好 你出去啊 你跟我的温暖是怎么回来啊 这人 小云 晓云 айте羽 你先带着陈欣先出来好吗 不要 apa 给你少去啊 你不能去 你不能去 那 你用这儿吗 那么 不要 sources 我一定是�在这曲 你那个边吻它 你就这样 你在这儿 叠手 这究竟是怎么了 陈欣为什么会以这样的状态 出现在调节现场 她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难道这就是她要离开小云 回家结婚的所有原因吗 真想到底是什么呢 现场发生的一切 让我们都很意外 谁也没有想到 在密室里面的陈欣 来到我们现场的时候 给我们呈现的是这样的一种 精神面貌 所以陈欣 我们也很关心你 你的身体怎么了 何病 生完尿毒症和高血压 尿毒症和高血压 还叫做晚期 晚期 对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生病了 六月底吧 六月底知道 对 所以七月七号就走了 对 当时为什么没有想要把这个病情 跟自己爱的人一起来承担 你为什么要一走了之 因为我不想突然认回 我也不想让她问我 用一些承受的一些不该承受的 因为她还年轻 她有她的性命 所以你刚才所有说的有关于老家 有未婚妻 一切都是假的 对 其实那是我姐姐 是你姐姐把你带走的 对 那我想问一下 那汇款单是什么意思 汇款单是因为我每个月 每一周我都要透析 没钱 都是我姐姐跟我打的钱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呀 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的 我不可能说把你怎么样了 就把你丢下 我不想连累任何人 我又没什么不要你 别管我这一遍 更不想让你这么年轻 就跟我去承受这一遍 我也 你也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 才不管对我能被追逐 再痛也不说不 爱不用抱歉还迷不 至少我能成全美的 追逐 紧急的 追逐 紧急的 大白 原来她用谎言 铁视着满身的伤痛 却用独自奔赴死亡 去成全一个 心爱女子的幸福 陈欣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看到场上 刚才一直很 表现得很强悍的姐姐姐夫 现在也都在流泪 姐姐你是什么时候 知道弟弟得病的 我之前我都不知道 后来她就说 她没钱又老是要钱 后来我就打钱给她 打了后来打了几次 我就感动了 我就有一点不相信 我说你到底干嘛呢 我说你干嘛要这么多钱 然后她就说 她说我生病了 我就问她 爹她怎么病 她还说 爹她叫不定买气 所以你今天来也是 算帮弟弟一个忙 来撒一个这样善意的画面 晓云你现在 知道全心是因为 这样的一个原因 而离开你 怎么这么傻呀 你有什么要跟她说的 不管你以后怎么样 我都会一直陪着你 我希望你能找一个更好的 我只想我自己一个人 去承担我的一切 去承担我的幸福 开与你以后的生活 我不想破裂任何人 我不想你跟我在一块 让你的幸福 很糟糕 跟我这样一样不幸 我愿意跟你一起承担的 看到这里我真的很沉重 我想听听看 调解团的各种老师 有什么看法 岳岳老师 我看晓云 我看晓云 我相信她可能没有受过 多么油凉的教育 或者是其他的 她应该是和晓云一起在这个城市 打拼的一个孩子 我不知道是什么让她在自己 生命最困难的时候 最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 她说她不愿意拖累别人 其实晓云 我觉得 这个时候 我突然觉得 我是不是应该干一个 不应该干的事 就是 我在想也许你应该在这个时候 尊重陈仙的选择 因为其实一个人的生命 除了有他时间的长短 他是否健康以外 他还有一种东西很重要 叫做尊严 如果一个男人 一个成年男人 他自己自觉自愿地 清晰地考虑过之后 他选择分手 我在猜测 也许这有很多理由 不连累别人 不拖累别人 还有一个理由 就是尊严 他希望给你留下一个 有尊严的理去的背影 我在这个角度的话 我正好看到 陈欣的一个45度角度 就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面袍 我就在想 这么年轻 这么英俊 这么美好的一个人生 如果说他在他的 生命的尾端的时候 他展现出了那些 让我们动用的精神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办法 能够让这种尊严 尽可能去延续 不能天真的说 一定会有奇迹发生 但是我们是不是 应该尽可能地 帮助这种尊严 去做一些演细 这是我想说的 金老师 其实陈欣是无可指责的 因为首先 遭遇重大厄运的人 他在内心里会觉得 对生活是非常无力和绝望的 为什么我不能接受小云的爱 因为这份爱太沉重 我无力偿还 也就是说假如 现在我接受了小云 帮助我 陪伴我 那我以后拿什么来还他 所以因为还不起 那么我就只好躲开 我想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想跟你分享的是 爱的本质是什么 爱的本质就是 为他好 让他好 我必须坚持有力原证 要不然我跟他分不了 分不了这手 好 那我想跟你分享一下 我的理解 你说你 必须坚持要跟他分手 分手的原因还是为了他 对不对 对 为了怕拖累他 你就说是因为爱他 但是我们说爱的本质是为他好 为他好 还有一个衡量 就是他要什么 他现在非常需要陪伴你 他想给予你 如果我们真的为他好 我们就给他给予的机会 哪怕你将来无力偿还 你也试试看 在这种陪伴当中 你的生命会发生什么变化 我们在生活当中 都勇敢做强者 都想成为强者 都希望别人依赖自己 但有的时候 当我们偶尔做一做弱者 我们去依赖别人的时候 我们才真正体会到 什么叫人子的结构 是相互支撑的 所以这是你需要做的 坚强一点 坚持下去 谢谢 我想真诚地 给陈欣 给陈欣的姐姐姐夫 说一声 对不起 刚才 可能我在发言的时候 因为你们在基地掩盖的是这样一个事实 我没有看到 所以说 有些话呢 可能会有点伤你们 抱歉 陈欣 陈欣 抱歉 第二句话想说 请大家都伸出手来 来帮帮这个孩子 谢谢 陈欣 我想有一句话送给你 我们每一个人 再幸运 也不可能一个晚上睡两张床 每一个人 再悲惨 也不可能一辈子死两次 你要顽强地昂起头 要相信 我们这是一个爱的社会 我想跟陈欣说 在你的青春有一个深爱着你的一个美丽的女孩 她可以豁出自己的一切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女孩 敢谎称自己怀孕 敢站在一个卫视平台 告诉她爱 她在找你 如果说有一份美好的情感 是我们人生的最大收获的话 我觉得陈欣 你已经有了 你也放弃不掉 虽然我们可以用一个绝情的外表 去拒绝 那份深爱 但是在你的心底 永远放弃不掉 富和天使已经行动了 那我们都行动起来 相信 重拦持拆 火焰高 燃起 陈欣 陈欣 心里 能很生命之后 谢谢 我想厂上的每一位老师 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其实我也很想听听看 此时此刻 晓芸 陈欣 包括还有姐姐姐夫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们做出了 各自不同的一些做法 那在经过今天的 这样一个调解之后 你们的想法 有没有一些改变 你快脱离我 我想你一直陪着我 我也想陪着你 我希望你好好 我也想陪着你 去арищ 李太盛 你能耳心吗 你不能耳心吗 你不能耳心吗 你能耳心吗 你不能耳心吗 你不能耳心吗 那我只能耳心 你不能耳心 能耳心 我还没有看 不耳心 我们听说吧 不耳心 不耳心 被你耳心 我可以耳心 如果無論我 我會怎麼樣 無論你走到哪裡 不管人家說我有多傻 我都感謝你 感謝你的意思 這麼對我 我不要 我只希望你以後過得興致 我們分手吧 我不可能在一起 我也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你走吧 我的 我的 我會跟你在一起 你以後 你會想說 你不想說 你也不想說 陈欣走了 告别了她的爱人小云 头也不回地走了 当那个男人带着尊严离去 留下的是亮丽的青春 和永远的背影 但现实是 我们真的无法面对小云绝望的泪眼 我们该怎样来帮助 这对无辜的爱人呢 我们的编导告诉我 其实在三年前 他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 小云的父母亲 也是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的 因为小云的父母亲觉得 这样一个一无所有 一清二白的穷小子 一个人在北京漂泊 他们能给自己的女儿 带来怎样的幸福呢 然而我们面前的这个小伙子 他放弃了自己 很稳定地在超市的工作 起早贪黑地做起了小买卖 他去天桥摆过摊 去地铁里面吆喝过 他所有做的这一切 都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 一点一点的劳动 来为这个自己爱的人 去编织一个美丽的家 然而就在去年年底 他好不容易攒够了积蓄 去小云的父母亲那里提亲 没有想到命运 却跟他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玩笑 当我们看到这个年轻的女孩 在现场这么哭泣 这么痛苦的时候 我想他一定很难去做一个选择 到底是去坚持陪伴在他的身边 还是就默默地处立在那里 所以我想在这期节目的尾声 还是请各位乔景堂的老师 给我们这个年轻的女孩 一些庆祝 一些提点 告诉他该怎么爱下去 我只想跟小云说 在一个奥地利诗人的 一个诗集里面看来的两句话 翻译的不一定好 因为我不懂德语 然后 但是那个话的话 在中文里面叫 有何胜利可言 挺住意味着一切 所以我想 不管未来在你面前 打开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我也不知道 你和陈欣未来会怎么样 但是不管发生什么 做一个坚强的女孩子 哪怕你觉得命运不公平 还是积极地 勇敢地去面对未来 而且对明天 永远抱个信心 相信明天 不一定必然会比今天好 但是通过你的努力 你一定能够 让你的生活有所改变 让明天 向着可能好的方向去发展 看着小云在哭的时候 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心碎 那同样作为女性 我会一直在想 假如是我碰到小云的情况 我该怎么办 是我的未婚夫 是我深爱的人 小云在这儿 我并不去鼓励你说 一定要去创造一个爱的神话 因为能够创造神话的人非常少 或许我们不见得真的能完成它 很多时候 当我们被一种高尚的情操去鼓励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做一些扼杀自己人性的事情 但是呢 在这儿我想 衡量这件事情该怎么做 有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 现在你做什么 才会让自己不遗憾和不后悔 小云假如说现在你觉得 如果我离开她 我放下她 我一辈子都觉得亏欠 一辈子都觉得自己没有尽力 我后悔 我难过 我遗憾 假如是这样 一定要坚强一点 只有你坚强 她才能过得更好 她的病才能真的好起来 毋庸置疑 现在你就是她的精神支柱 但是假如有一天 你慢慢觉得 如果我一直这么陪伴下去 也可能我的人生就成了一种遗憾 那么我会鼓励你 用另外的方式存在在她的生活里 比如你可能不见得在做她的女朋友 可能你也会有自己的感情 自己的生活 但是你同样还可以作为她的精神支柱 那就是她最好的朋友 我相信 小云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 所以拿出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 怎么做 你才不后悔 不遗憾 不违背自己的价值观和基本的良知 就大胆去做祝福你 谢谢 对老师 我刚才 我有找出了 我曾经转发的这条微博 我希望每一个看 收看这个节目的 观众 都能帮帮这个小 这个男孩 这个要成心的男孩 可以捐款 也可以 再转发一条微博 让更多的人 来关心她 来帮助她 我当时转发的时候 三个字 一起来 我希望大家 一起来 谢谢 谢谢 余老师 我个人呼吁 今天 我们收看 附和天使的观众 如果说 有经济能力的 我们能不能每个人 捐出十块钱 聚沙成塔 在这里我个人也承诺 我会以自己的方式 表达我对成心的爱心 谢谢 谢谢 陈欣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做出了一个决定 她坚强地离开了 我们想 这应该是她 深思熟虑的结果 无论如何 我们都应该尊重她 其实在今天 录这期节目 我真的有点难过 所以 真心地希望 电视机前的您 如果有资源 有能力 请伸出手来帮帮他们 因为有的时候 爱的力量 真的能够 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 我们希望能够 有更多的爱 来改变这个年轻人的 生命轨迹 因为生命要继续 爱更要继续 感谢您收看 我们这期的复合天使 我们下期再会 感谢您的愿意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